兴诺宁成堂正在热播中,原本甜蜜的夫妻也因为天帝封印有亲的记忆而变得兵戎相间 夜谭更想不到,有秦会当众打伤他 当夜谭收服陈渊卒,去找天帝复仇时,他没想到天帝居然派有秦出战 昔日功勋卓著的玄商神君一边喊着他蔑视妖女,一边又问他到底是谁 明明是蔑视妖女,为何我对你下不了杀手 有秦因为闭念锥而忘记了夜谭,夜谭本想用有秦教他的剑术唤醒有秦的记忆 却刺激到了他,有秦虽然见风偏离,但是仍旧给了夜谭一掌 看着眼前下不了杀手的有秦,夜谭就觉得他还有希望唤醒他的 可惜他失败了,有秦除了心生不忍之外,甚至没有想起任何记忆片段 真正让有秦恢复记忆的事归月焉 玄商君的本命是星辰之力,而微月焉又是他送给夜谭的 所以当他发现星空少了一颗微月焉的时候,终于想起了什么 口吐心血,跪倒在地 谭儿,是我对不起你 恢复记忆的玄商君匆忙赶向九霄云殿 天帝正在和夜谭对峙 看着儿子的出现,天帝开始得意,今日夜谭必死 天帝下令要求有秦杀死夜谭,可他却回头对天帝说 纵使混沌重启,刺戒不复,儿臣的剑锋永不向他 虽然早已看过这个画面,可依旧觉得很燃 夜谭看着有秦终于恢复记忆,顿时委屈不已 这段时间,为了复活青葵,他一直强撑着 而天帝准备亲自杀夜谭时,有秦终于不再退让 和天帝开启了大战